歡迎來到 S.I.C.C. 今天就和大家來這個S.I.C.C. 看看多少樓先 Level 2 今天就和大家來這裡 看這個物業 有一個物業發展商 集中了很多發展商的物業展覽 我在沙巴也是第一次來這些展覽 而且這個S.I.C.C.是很新的 你看到它很大很漂亮 好 那我們現在進去 剛才登記的職員說 這裡有差不多30個發展商 也有一個好像Lucky Jaw 你會看到有這麼多公司 你們最少有8個Stamp 它拼了之後就可以出去抽獎 看看有些什麼 我覺得是特別的 就拍給大家看一下 Basebit 這個在Mingas的 所以這裡是Basebit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賣這個 是已經吃好了 吃好了沒有 是已經好了 只是講它還沒有完全好 因為現在只見到地上的單車 暫時穿燒 所以還沒有見好 嗯嗯 做明天會 在早上見你會有很多 所以明天就可以拿到 OK 謝謝 看到這麼多的房間 其實它就不是全部 只是在這裡 KK沙巴起樓的 它好像這裡 已經是在西馬那邊 西馬那邊 就是KLCC KLTawa 都是在吉隆坡 就是吉隆坡那邊的 這個是吉隆坡 KLCC你知道嗎 是 我們這個計劃 離開KLCC 400個米 這個是剛才見到 是The Light 明遠The Light 就是前面正在建的 Sky Millions 來到這裡 看到有一個POOF 所以就問一下 這個是在沙巴的 正在建的 是的 它這裡有 1 2 3 4 8個 4PAN 8個不同的 Layout 大小 從最小 900多呎 到最大 1410呎 這一個 可以跟大家說 這個是Terrorist 就是這裏叫排屋 因為我之前不是說的 馬來西亞的屋苑 分得很細緻 很多名字 有Condola 有Terrence排屋 也有之前有看過 Semi-D 獨立屋 這樣 好 來到這裏 我看到最多人 因為現在在建 在建的 是暫時沙巴來說 最高的 五十多層的 Train Palace 就是這裏 就是這裏 它就是預計 今年 如果不是COVID的話 其實今年會建好 不過聽親戚說 因為COVID 所以中間停了 應該是明年 明年左右就會建好 你看看 多多人 這個POOF是特別多人的 因為可能它的賣點 如果有這麼多個Condo 這個五十多樓 就是最高的 來到這裏 就看到這個屋苑 是廣露名 可以Airbnb 因為有些屋苑 都會不給的 有些是可以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可以 將來如果你們想著 是投資 想做一些Airbnb 這個屋苑 你們就可以選擇 看到這個 這個物業 在市中心 也是 近住醫院 Elizabeth Hospital 那邊 它就快起完 現在起了大概 30%左右 這個也是可以 用來投資的 它說明 例如租Airbnb 甚至有需要的話 它可以幫你找租客 來到這裏 就看到 除了物業以外 原來這間公司 就是專門跟別人 做一些 集團式的連鎖店 Franchise 他們說 現在其實 構名度很高 只要你說 有時候 你想怎樣做生意 入門 不知道怎樣做好 他們在這裏 就展示了所有不同品牌 你們自己如果有興趣 可以直接找他們 我覺得挺有趣 所以就拍給大家看看 專門幫你搞這個Franchise 讓你踏出做生意的第一步 這樣 來到這裏 另外就是 Sutara Bay 另一個套館 也是在KK這裏 我們的概念 真的是 酒店的概念 為何我們會設置 酒店的概念 我們是建設 賣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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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24小時 好 這裏 發展商更厲害 去買樓 送車 對 還要送Benz 香港人 如果有興趣 都可以留言 華波廳 來到這裏 看到這個The Crown 就是我們平時 Imarco 我走過圍住了 那些板的欄 其實是起住了 所以它是市中心 它靠近 有一間五星酒店的旁邊 其實現在圍住在建 這個也是本地 KK 我自己 當然想盡量介紹 這個本地KK 的留言給大家看 所以如果大家看完 有興趣 很想知道更多 進一步資料的話 都可以PM 留言告訴我 我已經拿了他們的聯絡 現在就打好Stam 準備去抽獎了 因為它說 可以有個抽獎 如果得獎的話 還可以有三日兩夜 香格里拉的Banggok住宿 看看我有沒有這個 幸運 記得還有多謝大家 支持 你也繼續支持我 這個Nina Daily的 我的頻道 頻道 介紹給多點朋友 那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 我們下條片